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看水來月 望恨恨恨 脫下去 賬三十 奴才剛入宮 不使凌百 不過奴才所為 是有原因的 賭上他的嘴 讓他說 奴才確實不知道這個是凌百 不過 昨天晚上有一棵樹給奴才託夢 說他日久於此 身上癢癢 讓奴才來花園尋他 給他撓背 對 奴才剛才就是在給他腦癢呀 你說的什麼混帳話 一棵樹能託夢給你 既然百樹有靈 那自然就能給奴才託夢啊 皇上 奴才所言句句屬實 沒有半句謊言 放了 走吧 今天算你一個問題 你個死丫頭 嬤嬤 好疼啊 你也知道疼 你剛才不是挺名牙俐齒的嗎 連皇上都敢頂撞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嬤嬤嬤 這個 這個樹到底是什麼樹啊 竟然如此珍貴 當年皇上歸服私訪 是枝酷樹 大臣們都汗流加倍 唯有皇上低汗沒有 眾人以為是怪事 皇上每每念疾 冥冥中 仿佛有一棵巨樹 從紫禁城一路隨行 為他遮音 大家都說這是凌百 知道皇上要出行 特意趕來 為皇上綁架護航 皇上這麼說 就是想讓眾人覺得 他是真龍天子 與眾不同 什麼凌百遮音啊 我看他才是做夢呢 別瞎說 一棵樹而已 都不能讓人隨意打罵 在這個紫禁城裏 一個人 連一棵樹都不如了 你這還說對了 在紫禁城裏 一棵受皇上青睞的樹 也比一個施主的女人強 你看于貴人 若是誕下皇子 他還有翻身的機會 可是怡品 連命都沒有了 伯伯 咱們趕緊走 你這又是為何 皇上剛才被我說暈了 如果他一時反應過來 我就倒大霉了 走吧 你以為找不著你啊 找不著 夫女穿得都一樣 何況我剛才又沒有抬頭 快走 兒臣 給皇后娘請安 快過來 讓兒娘瞧瞧 皇帝臉色不好 是不是政務太忙 累的 勞煩皇后娘惦記 最近琐事是多了些 不妨事 以往啊 你晨起都要喝一碗 冰糖燕窩粥 到了晚上 還要用酒扇 可最近這段時間 你什麼都沒用 可見胃口不大好 要是政務太累了 有些事 就要別人幹去 否則什麼事 都攤派給皇帝 那用他們還頂什麼用 皇后娘說得是 都關下邊的人呢 太沒用 真會嚴加管輸的 這是書櫃人 送來的洞庭碧羅春 你平日最愛飲茶 待會兒全都給你拿過去 昨天晚上 有一棵樹給奴才託夢 說他日久於此 山上癢癢 要奴才來花園尋他 給他撓背 對奴才剛才 就是在給這棵樹撓癢癢 皇帝 說起這碧羅春哪 還有一段故事呢 當年皇馬法南巡時 聽說此茶有一種 奇特的香氣 當地人叫它為下煞人香 皇馬法覺得名字不好 特地改名叫碧羅春 本來是年年上功的 可後來到了皇阿瑪那會兒 又覺得太擾名便取消了 如今既然皇阿娘 朕下令恢復便是 你別跟我打岔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書貴人你不知道嗎 皇上 就是剛剛選秀入宮的貴人 您還給了封號 過去啊 你總處處高抬皇后 她是正妻又生下了嫡子 你偏愛她 我也不說什麼 可是現在皇后身體不好 你索性 十天半個月的不到后宮來 過去說是厌烦了舊面孔 可現在宮裡來了很多新人 你怎麼不露個眼啊 皇阿娘說得是 兒臣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 嗯 好像 你又打岔 都這麼大了 別再讓阿娘替你操心了 皇娘 楊心殿還有一大堆折子要看呢 兒臣先告退了 皇帝 皇帝 你笑什麼 奴才 瞧皇上有趣 他嘴上說明白 我看他一點兒都不明白 什麼樣的女人到了宮裡來 到最後都變成一個樣 再聰明 再漂亮 再珍貴 到了最後 還不都成了魚眼珠 不 閩然眾人矣 快 皇上 皇上 您找什麼呢 剛才那小光女兒呢 您找她幹嘛呀 朕剛才想起來 她誰呀 這林柏憑什麼給她託夢啊 只管這小丫頭呀 腦子太快 嘴也快了 朕剛才想著朝廷的事兒呢 一時進尾轉個彎來 半天都不知道問什麼好 才把人給放了 是 那丫頭 張嘴就是一個謊 而且一個接一個 還一套一套的 得抓 抓起來就得上 皇上 皇上 好嗎 奴才犯了什麼錯 您隨便找個人打奴才就行了 別讓奴才的賤吞 髒了您的龍竹啊 轉過去 膽不小啊 朕的事兒全都告訴太后 奴才知錯 奴才知錯了 皇上 今早劉姑姑來問 說太后關懷皇上的身體情況 奴才實在沒辦法隱瞞 奴才知錯 奴才知錯 以後朕的事兒 不許驚惹太后 免得太后為朕擔心 喳 你把那小姑娘給朕找到 娘娘 為何要把一個人拒之門外啊 奴才知道這麼做 皇后娘娘一定會生氣 但奴才還是做了 這都是為了您著想啊 你倒是說說 你是如何替本宮著想的 奴才知道娘娘心善 不會放任余貴人不管 但宮裡糟心事這麼多 您管得過來嗎 明擺著永和宮那兩位都不受寵 難得于貴人懷上了龍胎 也沒見皇上另眼相待 您掺和這趟渾水 塗什麼呀 塗什麼 憑本宮是一國之母 六宮的表率 本宮就必須得管 那您自己的身體呢 就真的不過了嗎 再說了 如今高貴妃鋒芒畢露 您根本就管不了 茗玉 娘娘 住口 娘娘息怒 娘娘 奴才真是心疼您啊 這麼多糟心師 您是管不過來的 若能借此扳倒高貴妃 則另當別論 明明沒有勝算 就不能插手 娘娘 什麼事啊 皇后不能插手啊 臣妾給皇上請安 都起來吧 剛才你們說什麼呢 這宮裡的人 越來越怠慢了 皇上來了 都不通報一聲 是朕不讓他們通報的 特意想看看 皇后在做什麼 于貴人身懷龍嗣 這是宮裡天大的好事 臣妾想 在神武門擺設舟棚 為龍子祈福 可誰知這兩個丫頭 偏偏說臣妾身體不適 不宜過度操勞 勸臣妾不要這樣做 是這樣嗎 是 除了這些 皇后還有什麼別的話 要跟朕說嗎 皇上日理萬機 要保重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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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娘娘 最近事兒是挺多 那臣先去忙忙 皇后好好休息 臣妾恭送皇上 娘娘 您剛才為何不說啊 現在說了又有何用 一瓶已經不在了 如今再去追究 琵琶高有何問題 也是於事無補了 本宮現在最大的心願就是 與貴人可以振作起來 平平安安 生下龍子 好 好 好 奴才給貴妃娘娘請安 怎麼 皇上 讓你給我送禮物來了 別 請娘娘親自揭開 什麼呀 什麼呀 金鋼琴 皇上送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回貴妃娘娘的話 皇上說了娘娘最近火氣太旺 這本金書是專程送給您的 說是您抄經文一遍 必能消米火氣 有意身體康健 這一抄就是五千字 娘娘 筆墨紙焰都幫您備好了 放這兒吧 本宮有空再抄 娘娘恕罪 皇上說了 讓奴才就在這兒等 親眼看著娘娘抄寫金書 然後帶回去赴命 什麼 皇上竟然讓你堅持本宮 貴妃娘娘您可別這麼說 這是皇上對您的厚愛 別家 貴妃娘娘這 這可是御賜之物 認不得啊 好 好 本宮現在就去抄 你給本宮睁大了眼就好好看著 抄 季祥 你看 這有什麼好看的呀 你個笨蛋 你以為這紫禁城裡的侍衛 都是平常人啊 這紫禁城的紅牆 就是侍衛的分界線 什麼意思啊 我不太明白 你呀 是真傻 紅牆之外的胡君 不過是下午期裏的 可是這紅牆裡的侍衛 可都是上三旗的皇親貴照 貴人也會來做侍衛啊 那是自然 你可別忘了 整天在皇上身邊的人 自然是會步步高升的 嗯 所以說啊 每年到了徵子禁城內 侍衛名額的時候 只有出身高貴 還不行 武功要極為出眾 否則怎麼會輪得上啊 哎 我聽說 皇后的弟弟 傅衡大人也在其中 是哪一個啊 不知道 我也沒見過 嬤嬤說了 要趕緊把衣服送到各宮 別耽誤了時辰 快走吧 清晰 看什麼呢 你替我看著 我要舉事 你不能隨便離開 清晰 櫻露 你怎麼了 我手帕好像丟了 我回去找一下 你先過去 那你早點回來 嗯 你過來 來吧 方姑姑 剛才有個侍衛 突然找上嬰嬤 急匆匆地把他拉走了 嬰嬤剛剛入宮 也不認識什麼人 會不會有什麼事情啊 好啊 剛入宮就整出 這幺蛾子高的體勢未來了 看我不剝了他的皮 有話說話 嬰嬤 魏伯父之前說你在宮裡 我還不敢相信 你果然在這裡 我在宮裡 跟你有什麼關係 嬰嬰的死 我也很傷心 但這裡是紫禁城 你不要胡來 你是什麼人啊 憑什麼管我的事 就憑我跟你姐姐相好過 我就有權管你 笑什麼 你跟我姐姐相好一場 為何在她最需要你的時候 你毫不猶豫地拋棄了她 她是內務府包衣 實在上出宮 難道 你要我等到大十五歲 不 你並非等不到她 而是因為我們都是下等人 縱然我姐姐她長得再美 她再聰明賢惠 你一個高高在上的少爺 也絕不會正式迎娶一個下等女 行路 怎麼了 我說中你的心事了 對不對 你姓齊家 是滿洲青貴出身 我姐姐她雖然出身不高 卻也是有骨氣的 既然一刀兩斷 你們就再無關係了 可我一直對你姐姐很好 我姐姐在宮裡的時候 你可曾給予她半分關懷 我 我是侍蚊 不能與宮女來往 很好 既然是陌生人 我不怪你對我姐姐的死 視若無睹 你也當從未在紫禁城裡見過我 迎路 我每五日只守一次 說遇到困難 可她是我出來找我 不必了 我是內庭宮女 你這樣拉拉扯扯 不怕被別人看見 丟了自己的差事 多虧我姐姐跟你分開 你這個人 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姐夫 就是一個窩囊廢 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 這下可被我抓到現行了吧 居然敢在宮裡跟人約會 你是吃了熊熄暴散嗎 出來 你這個不守光貴的丫頭 開門 快開門 你 我找你東西 我找東西 我找東西 讓你偷看 沒臉沒皮的偷看 我找 我找你偷看 我找你偷看 讓你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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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東西 我找你偷看 你偷看 是姑姑 是姑姑 混賬 混賬東西 你好大的膽子 你居然敢動手打姑姑 方姑姑 怎麼會是你啊 你這個臭丫頭 你竟敢 該死不如何 姑姑 你不是說要來 hanya 偷運alo 你得計夫呢 哎一定 性格 你不是說要來 你的姦担呢 肩服 這 谁知道走了半路 突然内急 紫禁城里又没有茅厕 实在等不及了 我突然发现 有人尾随 竟敢满嘴胡说八道 看我不撕了你的嘴 姑姑 你是不小心扭到腰了吧 赶紧去躺着 好啊 我再慢慢跟你算账 小心啊 慢点啊 方姑姑 慢点啊 宁露 你没事吧 吓死我了 我不是没事吗 可是 刚才姑姑那么生气 是 万一她事后追究的话 那该怎么办呀 就我刚刚打她那几下 给她十天半个月她也好不了 难道好了再来追究吧 你故意的 你想多了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待会儿我还给姑姑 姑姑 你要烫死我呀 重新的 是 冰青姐姐 你怎么来了 万一叫姑姑瞧见 可要气坏了 现在她一想起你 就魔后曹牙呢 你可小心秋后算账 这个烙子 就是姑姑落下的 我特意给送过来 原来是你捡到了呀 姑姑还让玉婕去找呢 这个烙子格外静致 缠绕的方式也很独特 我看了半天都不会打 姐姐知道这个是谁打的吗 就是上回 我让你别提起的绣房宫女 阿满 阿满 她的名字叫阿满呀 我入宫晚 只知道大家都这么叫她 怎么了 她现在去哪儿了 叫你别提这个人 姑姑不准提 姐姐 你就告诉我吧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回头 我给姐姐绣一个漂亮的香囊 我知道姐姐最喜欢金燕竹月 她好像是犯了错 被赶出宫去了 这是姑姑不让提 谁提都要倒大霉 对 那这么说 各种内情 就只有方姑姑知道了 明清 明清 姑姑叫我了 我得赶紧去了 我走了 我叫你倒杯茶 你去哪儿了 姑姑 多说我不好 刚才在门口看见人 多说了两句 看见谁了 是 英洛 她捡到了您的烙子 特意送来了 她真是看我贪了没有 这个爱钱盗的贼丫头 她跟你还说什么了 她问这烙子到底谁打的 还问起阿满的事 阿满 姑姑 真的不管我的事 我什么都没说啊 英洛 肯定也只是好奇 韦英洛 韦英洛 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 到底在哪儿听过 去把玲珑叫来 拿去吧 去给皇上看 你告诉她 这都是本宫自己写的 没有假手于人 你跟她说本宫手都要断了 这 奴才先行告退 贵妃娘娘 既然咱们佛经都抄完了 咱就不跟皇上置气了 跟皇上置气 明明是她跟本宫之气 奴才听说 皇上 晌午去了长春宫 原来是她呀 本宫还当是谁在背后装神懦鬼 那娘娘 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啊 本宫逼死那贱人 皇上也没一句半句深斥 是啊 皇上不放在眼里的人 自然也不会放在心上 她是天子 大清之主 我 怎么能整日纠缠后宫之事 替这些妃嫔分辨是非 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若天子插手 那皇后干什么 所以呢 这事儿不归她管 她若管了 就等于昭告整个儿子进城 皇后无能 管不了后宫 那这佛经 永和宫 永和宫 不是还有一位身怀龙胎的吗 皇上啊 这是在提醒本宫 要修身养性 奴才给神术挠痒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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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给神术挠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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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给神叔挠痒痒 奴才给神叔挠痒痒 冯姑姑 那天我真的看见 魏英洛和侍卫在一起 不是故意蒙骗您的 好了 我相信你 起来吧 不过 魏英洛这丫头有鬼 你要替我好好留意她 冯姑姑 我 玲珑 不明白您的意思 你不用明白 你只要记着 她有任何风吹草动 你都及时向我汇报 就行了 你若不答应 我就把你那天通风报信的事告诉她 她连我都敢打 更何况你 至国 这儿长势的呢 奴才给两位主子请安 你认识我啊 奴才在您刚进宫的时候 去量过衣裳 书贵人天生丽质 一见难忘 清常在 奴才也记得 那为我们缝制的新衣 可做好了 已经做好了 正打算派人送过去呢 不用了 这不我自己来了吗 那贵人这边请 是你 是 奴才给贵人请安 我记得你 你不是上回那个 常在好记性 你给人的印象 可太深刻了呢 这一辈子 我都忘不了当初乌鸦姐姐 是怎么被铸出宫的 乌鸦小主被逐出了宫 怎么会呢 你 我也不知道 奴才只是一个小小的绣房宫女 哪会知道主子们的事啊 这 真的跟你没关系啊 和奴才有关 纳兰姐姐 看样子 她是真的不知情 希望 希望 是我想的太多 而不是你做的太多 而不是你做的太多 贵人 您说的话 罗菜真的听不懂 我没有乌鸦姐姐那么蠢 你也不要再自作聪明 你也不要再自作聪明 不是说要看新衣服吗 还不走 贵人这边请 奴才给神叔挠痒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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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管 这些宫女 差不多都见过了吧 还没有您要找的人啊 那个混账丫头 要是让我找到她 我非拔了她的皮不合 就这些了 宫女都在这儿了 各宫里的 都想法子调出来见过了 除非是娘娘身边的大宫女 咱们实在是调不动啊 不可能是大宫女 她的声音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从来没听见过 那就剩下 造办处各房里的宫女了 比如 皮房 绣房 蕾丝座 如意馆 查 一个个给我查 皇上有旨 非得把她给我揪出来 这边再靠下一点 你看 张旭队吗 这儿 要不要打个结啊 嗯 还有这儿 的 所有人都出现 排好队 挨个检查 李总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张嬷嬷 把所有干活的宫女都叫出来 我要挨个儿检查 李总管 各宫主子的春庄正在赶制 现在把她们都叫出来 实在是太耽误功夫了 要不这样 您有什么吩咐 跟我说也是一样的 当然 不一样 我知道这个地儿 归内务府吴公公馆 你嘴上一口口的李总管叫得清 是不是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啊 瞧您说的 我哪敢呀 李总管 您到底是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一个口齿伶俐的小宫女 一肚子坏水 让我逮到她 我非得扒了她的皮 好 那您稍等啊 萌萌 各宫都催着呢 我们哪儿耽误得起啊 这个李总管 轻易不能得罪 李总管 我还得陪二位主子看衣服去 就不奉陪了 退后 来 还好对哀个说 奴才给神树挠痒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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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啊 说的就是你 八十岁学吹笛 一脸笨匠 那个丫头贼精明 一定不是你 下去 好 检查完的也都别闲着 跟我去给二位主子送衣服去 李总管 七下 你这么兴师动众的是在找什么人啊 要不要我们来帮忙啊 就这些小事就不劳贵人打架了 我可不敢当打架儿子 我这三番四次的去请李总管 您都不来呢 贵人说笑 这皇上的脾气啊 贵人刚来还不知道 这要是让皇上知道 贵人把奴才叫了去 说不定会以为是 贵人在打探皇上的消息呢 怎么会呢 李总管多虑了 那 那我就先告辞了 洞 Peach depends howard to whistle 是的 你知道吗 那你算什么的 好皮罗 不是 Monsieur 不管手 不要放这只数情况 所有 store attaching 忙 economics 就不在 你的嫌疑最大 说 奴才给神术挠痒痒 奴才给神术挠痒痒 下去了 继续吧 楠岚姐姐 你真要打听皇上的行踪啊 你胆子怎么这么小啊 咱们入宫都有一月了 到现在都还没见到皇上呢 那咱们千辛万苦通过选秀 到底干什么来了 到宫里下太阳 话也不能这么说 慢慢的 迟早有机会的 可现在如此钻营 当兵自然要做元帅 进了宫就更要做人上人啊 个个都跟你一样 遮遮掩掩 缩着脑袋做鞍蠢 那有什么意思啊 楠岚姐姐你小声点 怕什么呀 我入宫就是要当宠妃 就是想要轻云直上 干吗要遮遮掩掩的 别看他们一个个 都装着很清高的样子 有本事 一辈子别士气啊 楠岚姐姐你不要说了 我看宫里的姐姐们 都挺有规矩的 我看呀是你傻啊 我这刚说两句真心话 你就吓成这个样子了 我告诉你 别说宫里还是宫外 只要是长着两条腿的人 那就都一个样 凡是标榜自己 抬高自己 吹嘘自己的人啊 别犹豫 很好地猜上一口 假 太假 想要做清醒寡欲的圣人啊 那就抹了脖子上天去啊 纳岚姐姐 咱们今天还得去 给佳萍娘娘请安呢 快走吧 等等 你们都听见了没有 把我的衣服送回我宫里去 是 走 快走吧 快看 傅察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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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快走 傅察侍卫 我见到傅察侍卫了 我见到了 傅察侍卫 傅察复衡 皇后的亲弟弟 真正的文武全才 皇亲贵胄 那我们现在可以去 送衣服了吧 婴儿 等等 我那集 你帮我个忙啊 谢谢了 锦绣 有缘下 Mile油 大 46 你有 breach的 空突破 我嘖 检查侍卫 你说劉杜 今次 你帮 rub 剩 he 房家 月 你娶 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画带看着别问因果 莫等恐惧随风落 盼与他 冬箭逐袭长相 风周长 一望染牵挂 谁怜的不一生的凄凉 浮华梦一场 甘与他 共剑逐袭床下 风周长 一望染牵挂 谁怜的不一生的凄凉 浮华梦一场 浮华梦一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